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不喜欢你 面前的段嘉明眉眼冷淡 羞弱眉骨的手捏着文件 低头看着文件 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我 刚刚给上司告白的我瞬间变成小丑 我愣了下 脑子飞速运转想说些什么 嗯 你还不走吗 段嘉明和尚文件抬起头 如月般角角的面容 有几分诧异 语气平静 快说点什么来解决这种尴尬的场面啊 我脑海中飞速运转 突然脑袋里转动的齿轮猛然停住 那段总你能给我掌心吗 靠你在说什么呀 陈讨你这个纯正爱斯比 话一出口 我觉得我完了 会不会现场被辞退 然后拿个赔付回家 当然这样好像也挺好 但是我这么多年的暗恋在今天终止了 我的眼眶发红 鼻头一酸 刚打算道歉 然后像个懦夫一样逃出领导办公室 只看到对面的段嘉明保唇一皿 窗外的阳光映射他的眼角眉梢 他眉头轻轻一挑 随后轻轻点头 好 我会给人力资源部发消息的 啊 我愣住了 我向上次告白被拒绝了 老板答应给我掌心了 段嘉明打开面前的笔记本 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键盘上轻轻敲几下后 我看到你的绩效考核不错 掌心50%可以吗 啊 这个月就开始执行吧 我给会计说一下 我失魂落魄地拿着 高出同行50%的工资 走出办公室 暗恋终结的感觉让我的心里又酸又涨 但是我的嘴角比AK还难压 我掌心成功了爷 段嘉明真是我男神 果然我没有喜欢错人 其实被拒绝也很好理解对吧 哈哈 毕竟对方是天之骄子嘛 哈哈 回家后我想了想打开了微信 给段嘉明发消息 段总其实今天怎么说呢 就是大冒险输了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对方没回复 过了十分钟后 我又重新措辞 段总 真是太感谢您给我掌心了 其实我说我喜欢你 就是逗你的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 要喜欢早就喜欢了 这是我们家乡这边的习俗 今天要故意说假话逗别人 过了二十分钟 对方依旧没回复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尴尬到要抠出三十一听 哈哈段总 我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 你身体好公司发展的才会越来越好 妈的我好想死 看了看现在的时间晚上八点 神经病啊 这个点睡觉 但是段嘉明依然没回复我 我大概是能理解他的意思 不喜欢我就一点希望都不给我 多么体贴的男人啊 没事还有冰冷的钱财安慰我 该死 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还是尿尿了 我还是有点期待 段嘉明能回我消息 可我就这样等了一个晚上 等成了黑眼圈 对方的头像都未在我朋友圈里亮起 他应该不是没看到消息 九点的时候 他还在群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只是他不想回我罢了 其实我暗恋段嘉明很久了 段嘉明是我的学长 我们曾一同就读于一所大学 他是金管学院 我是计算机学院 大学的他就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 家境优渥 清俊消淑 很多人都喜欢他 但是他从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告白 那个时候的我是小镇做题家 凭借分数考进来 选择了最挣钱的专业 但第一台电脑都需要我去兼职赚钱买 我妈是卖鸡蛋灌饼供我出来的 我就在学校旁边的街里 摆摊卖鸡蛋灌饼 因为做得还不错同行嫉妒我 几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把我摊子砸了 其中有个同行还威胁我 小姑娘别不是好歹 你明天再出摊你试试吗 我被那同行猛地一推 跌倒在地上 我的车子也被他们推倒在地上 鸡蛋和锅碗瓢盆砸了一地 我狼独又无助地护住车子 周边围着一群人看热闹 又想替我说两句的 那壮汉就污蔑我说 这是个小三 骗了我搁钱的 大家别同情 周围人又议论纷纷怕惹事 也不知真假 就没人来帮我 那时候段嘉明 就如同一把凛冽的剑展开黑暗 出现在我面前 他穿着一身运动服 背着羽毛球拍 似乎是刚运动完 拍着晨光走到男人和我的中间 声音冷淡 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不是你口中的小三 请你不要污蔑别人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很快就会赶来 段嘉明转头问我 同学 你站得起来吗 只是一句话 却让刚才一直忍着没哭的我 眼泪夺况而出 警察来了后 段嘉明跟随我一起去了警察局 他口齿清晰地解释了事情缘由 那几个恶霸被拘留了 因为我挨了一个巴掌 又被推倒了 段嘉明为我争取到了 一万块钱的赔偿金 走出警察局的时候 我连声道谢 他声音平静 没关系的 我认识你 你参加过全国电子发明技术比赛 获得过三等奖 你目前的研究领域 和我家族的产业有些关联 我对你印象才深刻了些 那几个人以后不会欺负你 你很厉害 勤工俭学 只是几句夸奖 让我瞬间脸红了 我刚要谦虚一下 段嘉明的手机铃声却响起 他说了声抱歉 连忙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孩 骄俏的声音 喂 段嘉明 你干嘛去了 还不赶紧回家 我来你家蹭饭了 阿姨让我叫你赶紧回家 我亲眼看到 她冰冷的眉眼 一点点柔和下来 简直就像是夜色中 缓缓开放的昙花 我以为那个女孩 是段嘉明的女朋友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女孩叫沈静薇 是段嘉明的发小 我在微博里见过她 家境同样富裕 谈着很多男朋友 有小明星 有网红孩 有一些不认识人 都是帅哥 但是唯独没有段嘉明 我看过沈静薇 和段嘉明的合照 配字是我最好最好的哥哥 也许他们只是朋友 我天真的这样认为 后来才发现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段嘉明喜欢她 她喜欢玩 段嘉明只能默默陪伴 后来段嘉明邀请我加入 她大学就开始创设的工作室 让我帮忙做一些项目 给我钱 我很感谢段嘉明 她在某种程度上 帮我解决了大学的生活费 在段嘉明工作室 工作的第三个月 她得知我买的是一台二手电脑后 她送给了我一台新电脑 这样效率更高 就好像一颗烧得通红的栗子 瞬间爆裂 露出软糯甜口的果实 一种名为喜欢的情绪 从我的心口迅速蔓延 我克制着这种感情 我把这种感情认为是有罪的 是不应该的 直到大四的时候 沈静薇意外怀孕 和另一个富二代订婚后 一同出国留学 我一直想我是不是可以暗恋段嘉明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住了 我只是默默暗恋她 不敢打扰那个心里 正在经历潮湿雨季的她 我与段嘉明 在同一家公司共事三年后 我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感情 我告白了 然后被拒了 哈哈 因为太尴尬了 我有点想躲着段嘉明 段嘉明克制自律 每天都是来公司最早的人 我知道要避开她 我就晚去会 结果那天 她也晚来了 我刚上电梯 打算关门赶紧上楼的时候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 挡住即将关闭的电梯门 我抬起头段嘉明 身穿黑色西服 表情冷淡地走进了电梯 电梯此时只有我和她 空气似乎都紧张起来 我尴尬地想抠脚趾 赶紧转身背对电梯门 就像是面壁思过的小学生 我对着电梯壁 疯狂刷手机 玩飞蛾健身馆 在合成游戏中逐渐消除尴尬 直到我听到她清冷的声音 你的楼层到了 我猛然惊醒 慌慌张张几乎是扑出电梯 我快几步走出电梯 还是忍不住回头了 电梯门已经即将合上 但是我清楚地看到 她的唇角扬起了幅度 从小到大的义务 教育告诉我 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我想努力一把 因为真的太喜欢了 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当替补 至少要努力一次 看有没有上场的机会 我想像孔雀开屏一样 把我所有的优点展示给她 我想告诉她 和我在一起后 她可以得到价值 如果真的我付出了所有努力 对方依然不动心 那我也不会后悔 如何在追求她的过程中 也不打扰到她 我开始仔细思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地工作 创造自己在公司的价值 因为段嘉明现在带我们开发一个项目 所以我决定以此开始努力 我把上班去厕所的时间缩减了 也不再与其他同事说 领导八卦摸鱼聊天 每天就是埋头敲代码 我的反常行为 很快被我公位旁边的同事沈耀发现了 沈耀是个常驻摸鱼选手 对于我的奋斗逼行为 她非常不满 沈耀染着夸张的棕发 她还是天然卷 凑过来的时候 就像是一只卷毛小狗 卷毛小狗是我的同事 也是我的八卦朋友 她似乎知道全公司的八卦 可能数据库出身的就是这样 沈耀看着我 噼里啪啦在那里敲代码 她捏住鼠片袋 痛心疾首 那双漂亮的琥珀色眼眸满是悲痛 你家里是出什么变故了吗 缺钱我可以给你 你现在每天都在当资本家的狗 我无视她 据说沈耀家里有点背景 她在这里养老 但是我不行 更何况 我还想靠努力刷断家名好感度呢 我随手从抽屉里 抽出一个蛋白棒递给她 吃去吧 我再忙一会儿 沈耀握着蛋白棒 后退一步惊讶 陈涛疯了 这个时候旁边的同事 拍了拍沈耀的肩膀说 让开一点 我要去带心拉屎了 还好其他人是正常的 沈耀拍了拍胸口 犬毛小狗凑到我的旁边 我不理她 她更加来劲 你知道咱们公司前台的故事吗 不想听我在敲代码 我冷淡到 那你知道 二楼的张策画被人寄刀骗了吗 小狗喋喋不休 闭嘴 那你知道 咱们公司老总 段嘉明的秘密吗 我竖起了耳朵 我怀疑她喜欢男的 耳边是吸引到 我注意力的小狗 欢呼雀跃的声音 除了努力工作 展示自己的价值以外 我还决定去提升一下我自己 就像是孔雀要疯狂 在段嘉明面前开屏 我摘掉了大矿的眼镜 戴上了隐形眼镜 把卫衣卫裤换成了修身的西装裙 我穿了这身去公司的时候 沈耀一口奶茶直接喷了出来 一颗珍珠划过天际 巴基粘在了我胸前的领带上 我皱眉头 沈耀连忙迈着长腿跑过来 伸出手从我的领带上捏走珍珠 抱歉 陈桃 哼 我高冷一笑 还记得自己今天的美貌 冷漠地回到公位上 我紧张地期待着今天中午的例会 段嘉明肯定能看到 今天漂漂亮亮 可可爱爱的我了 我对自己还算有点点自信 毕竟我平时只是懒得打扮 我今天被挺的板直 沈耀坐在我旁边 他穿着橘色的卫衣 上面还有最近很火的动漫人物 他有些不自在起来 凑过来扭捏地问我 你今天太正式了 我都不敢和你说话了 我就不能打扮一下吗 我白了沈耀一眼 不 我的意思是你打扮一下挺好看的 他裂开嘴扬起开朗的笑容 露出尖尖的小虎牙 沈耀都这么夸我 那段嘉明会看到吧 公司历会的时候 段嘉明却一眼都没有看向我 他始终注视着其他的下属 声音清冷讲解着PPT 我有些失落 他怎么可以一眼都没看到我呢 今天公司好多人都注意到我了 他竟然一点都没注意到 下班我依然是最后一个走的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我看到了里面穿着西装高挑的身影 段嘉明面如雪月 冷冷地站在我面前 我一时犹豫要不要进电梯 富二还是一楼 里面的男人已经问出了声 做事要替我按楼层了 一楼 我赶紧进了电梯 又是两个人独处的时间 我脸颊红红的 想要说些什么 又不敢说 空气在这瞬间有些凝滞 明天好像有雨 男人清冷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收到 对位打工人下意识回复 我的意思是 明天记得要多穿一点 我下意识地抬头 在对面清澈如镜湖的眼眸里 倒映着一个小小的 晕呼呼的我 我晕呼呼地回家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 心里好像砰砰打了好多枪 枪口冒出一团团玫瑰花 她是在关心我吧 第二天果然下雨了 我穿上了卫衣卫裤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我看在我身边的工位上 沈耀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正经微坐在位置上 看见我来了后 扭头冲我乐 喜欢一个人 就是容易自作多情 对方一点点示好 都觉得自己有机会了 就因为段嘉明关心我了 我觉得我又行了 我知道段嘉明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 无糖冰美式 然后再开始工作 每天早上我都会给段嘉明 带一杯冰美式 放在他的桌子上 冰美式的底部 压着我给他的便签 早安 对不起我真的是小学鸡 这么多年单身 真的不知道怎么追求男生 我偷偷观察着 段嘉明好像喝了冰美式 他喝了他喝了等于他对我有一点点好感 等于他后面会喜欢上我 等于我们俩的孩子要去哪里上学 我又胸有成竹了 我捧着脸在宫位上黑黑傻笑 行啊就是穿得正式了一点 也没必要如此花痴吧 哥承认哥有点帅 卷毛沈耀穿着黑色的西装 脸颊颇红 手搭在椅背摆出自以为帅气的姿势 我看了他一眼后敷衍道 一 我感觉我风韵有存你说呢 沈耀露出小虎牙笑道 突然肩办公室安静了下来 我抬起头 果然是领导来视察工作了 我的目光也全部聚焦到了 段嘉明的身上 他长身玉立 修长的手握住咖啡 手指的关节微微泛红 怎么看都觉得好帅 有人说你迷恋的那个人身上 一定有你缺少的部分 我果然喜欢冰冷熟男 可能因为我是小学鸡 我看段嘉明 他的眼神疏得直直向我看来 我一个躲闪不成 正与他四目相对 他露出了一个很小的 但是很温柔的笑容 就好像是被冰拳禁过的一把剑 剑尖上突然落了一半小小的桃花 我的脸瞬间就红了 我快速低下头心里想 他是对我笑吧 那是不是说明 我还有一点点希望 这让本来不敢给他发消息的我 突然又有了信心 当天晚上我给他发消息 我觉得我又有希望了 我可以追你吗 对方没回 我追求段嘉明也更有动力了 每天给段嘉明带早餐 骑着共享单车 窜三条街买老字号的点心 上班努力敲带马 把自己本职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 段嘉明提出什么方案 我都积极响应 办公室里开始有人说我的坏话 说我是公贼 我怀疑坏话就是谁要传的 毕竟他又大嘴巴又爱偷懒 因为积极上班导致我有些发烧 今天下班后 我没有主动留下来加班就走了 走到一半 发现充电器忘记拿了 我返回办公室去拿充电器 走到办公室门口 就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声音高昂提到了我的名字 陈桃今天下班走得挺早啊 又不卷了吗 拿几个钱啊这么卷 就会向资本家献媚 这项目早完成晚完成 和他有什么关系 这声音是我同事的 我烧得有些迷糊 我站在外面不知道要不要进去了 突然听到了里面高亢的声音 像是小狗发怒 住口吧你 陈桃把自己的工作早完成了 他加班写的是你的代码 因为你磨磨蹭蹭 一直不满足需求 导致项目一直没办法上 你还挺有理了 是沈耀的声音 他在替我辩解 是的 这几天我加班 一直是弄同事的代码 没办法 段嘉明主导的项目 我想让他早点完成 我的头越来越痛 浑身又冷 但是额头烫得齐 我握住了门把手到底没往下按 不敢进去面对他们 我转过身座电梯往楼下走 发烧了确实有些迷糊 不小心电梯到了富二层的地下车库 我都没注意到 但是眼前的场景 却让迷迷糊糊的我瞬间清醒 是段嘉明 他面前是一个穿着白色西装裙的美貌女人 我认出了 那是沈静薇 沈静薇容貌艳丽 气质金贵 手里捧着一大束白色的玫瑰花 段嘉明牵着一个小女孩 嘴角也挂了浅浅的微笑 沈静薇回国了吗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吧 我从来没见过段嘉明 笑得这么温柔过 那总是冷静如鸢的毛子里 就像是含着淡淡春水 我把自己的身影 隐藏在黑色车子的后面 默默地看着他们 我看到段嘉明把我绕了三条街 给他买的精致包装的点心 递给了那个小女孩 我看到段嘉明把车门打开 沈静薇明媚一笑后 自然地坐上了副驾 我大抵是烧得重了点 我的脸滚烫得 似乎在被火中烧 我一只手撑在了黑车上 这里是停车场 段嘉明的奔驰开得很慢 他的车要开出去 要经过我 我烧得太重了 头好痛 眼眶似乎也有泪汁 模糊的视线中 那辆属于他的奔驰车 缓慢地从我面前经过 我肯定我确信他看到了我 他的车没有任何的犹豫 从我的面前开了出去 就像是从未打算 在我的世界里停留一样 我正正地看着他的车 远离的影子 内心的酸楚 和浑身的滚烫交织 瞬间席卷了我全身 我再也忍不住 蹲下身子 乌叶地哭了起来 对不起 我太没出息了 在他默示我离开的那一刻 我终于明明确确地知道了一件事情 我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一直都是一个跳梁小丑 我决定放弃段家明了 我表白了努力了 每一条路我都试着走了 我觉得我已经付出所有努力 试着让事情变好 既然无能为力 不如就坦然放弃 我把段家明的备注 从男神改成了段总 我给自己画了一条明确的线 绝不能再打扰他了 我再也没给段家明带过咖啡 也不会跑几条街给他买点心 更不会给他发微信了 为了上班方便 我又开始全素颜 脱下了西装裙 穿上了卫衣卫裤 为了感谢沈耀的仗义之言 我给他带了一份点心 沈耀笑得眼睛都成月牙了 他一边吃着点头 一边凑过来 给我说悄悄话 今天打瓜 铁树开花 咱们老总好像有女朋友了 我心一痛 嘴唇抿了抿眉说话 本来背对我们的同事 好像感兴趣了 椅子一转 眉飞色舞 我知道那位 好像是沈家大小姐 离婚带了个孩子 我觉得老总条件这么好 也不至于找一个 离婚的女人吧 离婚的怎么了 人家只是离婚 又不是坐过牢 又不是什么污点 沈耀呛道 对面的男同事被一呛 椅子转回去都闹道 好 这好事也该你遇 我觉得沈耀三观还挺正 我给他竖起大拇指个赞 他的月牙眼更明显了 犬毛一下子就栽到我身边 要和我继续八卦 沈耀说 我看断总不行 他一根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每天五点起来跑步 谁跟他过不脑壤啊 好像有点道理 我被他叽叽咕咕说 段家明坏话 逗得嘎嘎笑 我俩滴溜着脑袋 正说悄悄话的时候 办公室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听到了对面男同事 剧烈的咳嗽声 吓得我一抬头 仿佛办公室的空气 都凝制了一些 空调开得也有些太冷了 面前站着一个 轻受板正的男人 眼尾沿着下眼微微下垂 透露出男人的清浅和冷淡 是段家明 他嘴唇抿得很紧 看起来不太高兴 我吓得腿都软了 沈耀也不紧张 装模作样地 凑在我电脑前说 你看这里的程序 你就写错了吧 好像在讨论工作 但是哥哥我的桌面 还真是蓝天绿地呀 段家明看着我和沈耀 凑得那么近的脑袋 他走到我们面前 看也不看我一眼 只是问沈耀 看一下你的工作进度 做了一点点 沈耀随意道 三分之一的进度 这哥们是真的涌啊 看着段家明沉下去的脸 我都要紧张了 你这周必须完成 不然会影响后面的对接 段家明声音清冷 是是是 沈耀扬起脸笑道 段家明面对沈耀的笑脸 也没说什么 他停了一下 目光幽深道 先把工作完成再聊天吧 陈桃他也很忙 好的 陈桃咱们下班再聊 沈耀随口道 我迷茫地点了点头 段家明没说什么 只是晚上的时候 沈耀没办法约我吃饭了 他被留下来加班了 沈耀给我发微信 老板在天堂 项目完成后 段家明宣布 要去他郊外的别墅 BBQ 作为团建活动 沈耀私下和我说他 休息日去团建 真是狗活该他没老婆 我恨不得双手点赞 但是没办法 老板有话 谁敢不应 我们只好强颜欢笑 让段家明开着他的MPV旅行车带我们去 公司项目组人不少 没车的跟老板 有车的开车去 统一发放路费200元 段家明在群里问 谁明天跟我的车走 群里一时安静下来 张三 李四 王五 陈桃 你们跟我车 沈耀 陈桃跟我走就行了 明天我去接他 段家明统一从公司出发 沈耀 那正好他坐我的车就行 陈桃 谢谢老板 我坐沈耀的车就行了 公司群陷入了一片死寂 第三天 沈耀黑着脸 看着穿着休闲装的段家明 他一脸平静 声音温和道 我今天限号 不打算开车了 沈耀 你不介意我坐你的车吧 段家明至少有三辆车 不可能今天都限号吧 沈耀黑着脸 又不好拒绝 他只好故作高兴道 好吧 那陈桃你坐副驾吧 段家明看着副驾 贴着的可爱枯鲁米贴纸 似乎是刚贴的 上面写着宝贝专用作 他动作凌厉地打开 副驾的车门 一屁股坐了进去 我坐到了后座 沈耀冲我回头笑道 连你蓝牙 让我听听 你都喜欢什么风格的歌曲呗 我余光瞥了段家明一眼 他一脸平静也没拒绝 我打开了蓝牙 我倒是比较喜欢听欧美的歌曲 比如泰勒斯威夫特的歌 车内响起了悠扬温柔的嗓音 是我最喜欢的story 安静的车内温柔浪漫的前奏 沈耀竟然轻轻哼起了这首歌 你会唱我有些诧异 对呀 我也喜欢听这首歌 这要巧啊 有几分遇到同好的欢喜 我关注了你的网易云 你喜欢的音乐 我都听过一遍 都挺好听的 看来我们喜好差不多呢 沈耀声音愉悦 我压了一声 打开手机看了一下 有些惊讶 那我网易云那唯一的粉丝是你呀 嗯 沈耀语气中是难以掩饰的骄傲 不知怎的 车内突然安静下来 空气中有些凝滞的冷意 我们两个相谈甚欢 似乎忽视了副驾的老板 我有些尴尬 但是内心却极其不想和段嘉明搭话 毕竟我不想再给他错觉了 也不想打扰他了 既然已经尴尬 那就尴尬到底 我一咬牙继续和沈耀聊天 聊着我们喜欢的音乐和歌手 一直聊到了目的地 移到别墅门口 段嘉明一脸平静地打开了车门 迈着长腿下车了 他刚下车沈耀就嘟囔着 真是碍眼 我苦笑一声 也跟着段嘉明下车 段嘉明的别墅有一个很大的室外花园 有桌椅烧烤台 甚至还有吧台 我们几个女士负责简单的工作 我坐在一边洗水果 对面的男同事们 在花园里烟雾缭绕地烧烤 大家一开始 对于休息日烧烤还有点不爽 但是人一多嘻嘻哈哈 又都高兴起来 连本来心情不好的 我都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我注意到段嘉明手里 拿着一把烤串向我走来 她的眼神直直地看向我 似乎要让我先尝尝 她烤好的肉串 我有些诧异 下意识的眼神就要躲闪 但是她却迈着步伐 坚定地向我走来 在她几乎要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卷毛沈耀 突然小跑几步超过了她 一只手向我递过来烤鸡翅 我烤的 你尝尝好吃吗 透过沈耀 我看见段嘉明停住了脚 本来平静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灰暗 她死死地攥住手上的串 上面的油脂甚至滴到了她的袖口 一向爱干净的她 此时却毫不在意 沈耀的鸡翅滴到了我的嘴边 夺去了我的注意力 我咬了一口后 好吃呢 我眉眼弯弯向沈耀笑 那我给你多烤几串去 我的一句好吃 似乎给了她莫大奖励 沈耀把袖子履高 又快速投入到烟雾中 大家烤好后 坐在桌椅里喝酒聊天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 敬了段嘉明酒 她一口又一口地喝着 寂寥的月光下 她脏了的袖口 已经捋到了手臂醋 露出了长期健身 优美强健的肌肉 平时平静温和的她 此时浑身似乎都紧紧绷着 攥着酒杯的手青筋爆出 露出曾经不显的张力 我也喝了一点点酒 有点想上厕所了 我问段嘉明厕所在哪个位置 段嘉明站起来道 我带你去 酒桌上所有人都说说笑笑 没人注意到我们两个 沈耀似乎注意到了 刚要站起来 却被旁边的男同事按住喝酒 我晕呼呼地 跟着段嘉明走进别墅 我以为段嘉明 给我指个方向就好了 别墅很大 装修也带着段嘉明 特有的冷清简约风格 她带着我走到了卫生间门口 我道谢后先走进了卫生间 卫生间的马桶很干净 我把马桶垫掀下来小姐 突然间卫生间的灯灭了 不只是卫生间 是别墅内所有的灯光 室外灯也灭掉了 我听到外面嘈杂慌乱的声音 靠 别墅也会停电吗 我刚小姐完 慌慌张张擦干净后 提裤子就要站起来 卫生间没有窗户 没有月光的照耀 一切都格外黑暗 谁知道为啥有钱人的卫生间这么大呀 还特别黑 我按照进卫生间的回忆 去摸索卫生间的门 在我摸索门的路上 却被绊了一跤 我一时不稳跌坐在地上 手臂在刚才着急找支撑物的过程中 打翻了台面的一个瓶子 咔嚓一声 瓶子破碎的声音 在寂静中十分清脆 卫生间内突然弥漫了一股 淡淡的射香 与雪松混合的香味 你还好吗 陶陶 我听到了门外段嘉明清冷的声音 不只是他说话的声音 还有门被轻轻推动的声音 抱歉太黑了 我摔了一跤 好像打碎了你的香水 我说道 他却没有答话 卫生间的门锁啪哒一声 门似乎关闭了 卫生间内突然很安静 我只听到了 他颤抖和刻意压轻的呼吸声 他的安静和呼吸声 让我莫名地紧张起来 他就像是战场上受伤的伤者 压抑着痛苦和挣扎的情绪 我有些害怕 手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 却不小心碰到了 刚才见到我面前的玻璃碎渣 玻璃碎渣猛地扎进我的手掌 我疼得叫了一声 随后我感觉到 一个朦胧的黑影 似乎笼罩住了我 呼吸声离我越来越近 段嘉明的鼻尖 几乎要抵住我的额头 你受伤了 别动我扶你起来 抱歉 我有些紧张 手掌的疼痛 让我生一些颤抖 因为太黑了 所有其他的感官都无限放大 鼻尖萦绕着雪松色香的味道 还有段嘉明身上的淡淡的酒味 他温热的呼吸 喷在我的额头上 让我越来越紧张 疏得我感受到一只宽厚的大手 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 随后似乎找到了目标 缓慢地又充满压制性地 盖在了我的手背上 干什么 我的声音几乎要支离破碎 我可以自己起来 安静的室内 似乎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和我心脏扑通扑通 如古典的声音 淘淘 我极度了 那只宽厚的温热的手 捏住了我的手 我受伤的手 被他强行放在了他的胸前 我感受到了 我手掌的血液流到了他的衬衫上 也感受到了 他衬衫内鼓动跳跃的心脏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曾经如同平静潭水的声音 如今像是翻滚溅起波浪的黑弹 沙哑又低沉 淘淘 你还喜欢我吗 温热的唇瓣 似乎印在了我的额头 我的大脑 在这个瞬间一片空白 门外忽然响起来沈耀的尖叫 淘淘 你还好吗 我找到中央控制台了 灯马上就会亮了 低的一声 所有的灯光乍然亮起 如同白痴的太阳 卫生间的门被猛地踹开 此时的段家明 正绅士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他声音平静又温和 你摔倒了 没关系吧 没事 我装作无事地站起来 沈耀虎珀色的眼眸 却死死地盯向一个方向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是段家明 洁白衬衫上的一抹血迹 段家明看着沈耀死迹的目光 他一向冷清的面容 突然露出了一抹笑容 一抹温柔的 甚至可以说带着些羞涩的 却又充满诡异的笑容 那天晚上回去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靠在车座上 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灯亮了后 半倒我的小凳子 在我一开始去卫生间的时候 明明规规矩矩地 放在洗手台下面 那天晚上 我的网易云推送了一个消息 我的粉丝又多了一位 我也没在意 只是满脑子都是段家明 今天对我的话 陶陶 你还喜欢我吗 说还不喜欢是假的 我还是有点喜欢他的 可是我有点怕 是的我有点害怕 那天黑暗的屋子里 他清喘的呼吸声 和几乎病态的笑容 我害怕 这不是我认识的段家明 我认识的段家明 是温文尔雅 是清冷金贵 是会帮助别人的学长 是自律上进的领导 而不是如同一个 黑暗癫狂的疯子 那天之后我升职了 我的办公室 升到了段家明的楼层 准确点说是段家明 独立办公室 正对着的工位 有一个摄像头 直直稳稳地冲着我 我好难受 我坐立不安 沈耀也很难受 我收拾东西搬迁的时候 他拉着我的衣服说 我去和领导说 就让你原地办公呗 为什么要换工位 但是很明显 沈耀的抗争没用 我还是换了办公室 我还是照常 每天工作敲代码 只是我总感觉到 一股目光 一直在注视着我 搞得我多穿了一件外套 下班前 我收到了段家明的微信 你晚上多加两个小时班 凭什么 段家明确实是只狗 三倍工资 好的 段家明 我的好老板 晚上所有人都离开办公楼后 我坐在办公室续敲代码 三倍工资还是有些香香的 我正敲代码敲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面对我的段家明办公室的门开了 段家明穿着一身西装 从里面走进来 我抬头看了一眼 道 老板好 说完这句话后 我才意识到 这个偌大的办公室里 只有我和段家明两个人了 段家明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随手拉了一个凳子坐在我旁边 看我敲代码 我有些紧张手却没有停 噼里啪啦 室内一时有些安静 只能听见键盘的声音 随后 我听到了他温柔的声音 你还记得我上次的问题吗 啊 我敲键盘的手一顿 键盘的声音吓然而止 你还喜欢我吗 不喜欢了 我几乎想都没想就说了 我想要正常的恋爱 而不是当一个小丑 一个舔狗 说完后 我立刻去看他的脸 他却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 俯下身子 伸出两只手 按在了我的键盘上 这里你写错代码了 他声音温和 一双细长白皙的手 在键盘上轻敲 就把我错误的代码改错了 我才意识到小小的我 已经被他笼罩在了半公里 与电脑前小小的空间里 就好像被他圈在了怀里 我不喜欢你了 我又重复了一遍 这样不太好 我不喜欢这种被束缚的感觉 他直起身子 收回了自己的手 眉毛微微挑起 晨逃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短短几天 你就改变了你的想法吗 你为什么不想和我试试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也知根知底 他声音温柔 甚至带着一丝蛊惑 可是我又想到了 那天的停车场 这让我有些痛苦 我只好直言不讳道 那天在停车场 我看到了你和沈静薇 我刚说完这句话 段嘉明的眉眼 有一瞬间 似乎被冻结了 他的眉风不自觉地皱起 沈静薇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关系 他准备离婚 带着一个孩子 那天他来找我是想让我当中间人 联系一个律师 打离婚官司 我确实看到你了 但是那天的事情很急 他解释道 收起了微笑 他脸上露出了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不接受我的苦恼表情 他似乎准备给我解释清楚 我暗恋了你很多年 就是给你告白 也是我心里斗争了很久 才鼓起勇气找你的 我看向他清澈的眼眸 一字一句说 那天我发烧了 可是我还是坚持工作 因为这个项目你是负责人 我干完了我的工作还帮同事干 就想早点完工 我发烧得晕乎乎的 不小心按错了电梯 我到了停车场 看见你和沈静薇 我知道你和沈静薇没有关系 如果你俩有暖昧关系的话 那早就会有了 我只是发现你还是喜欢他的 你是那么喜欢他 以至于看不到一直在角落的我 或者你看到了 只是你不在意 我顿了一下 有些苦笑道 我喜欢你 我追你 是因为我想当你的爱人 当你眼中的主角 而不是永远当一个替补 当一个角落里的人 你是都没有事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成为我的主角呢 他看着我眼眸中 闪过某种悲伤的情绪 他几乎有些急切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挣脱了他的手 看着他的眼睛 声音冷静道 我试过了 段嘉明 我不是没努力过 我每天给你带的点心 是我骑着共享单车 穿梭好几条街买的 我要过15个红绿灯 因为你说你爱吃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 不只是告白后的努力 在我告白前 在我大学期间 在你工作室工作的时候 每个日日夜夜 你办公室的饮用水 似乎从没有停过吧 是我去找人换的 当时五楼没有电梯 师傅不愿意送上楼 18.9升的水 是我抱着抬着上五楼 给你换的 大学毕业第一个项目 成功后庆功宴 你喝多了 我不会开车 我骑着自行车送你回家 你倒在了花坛里 我哭着拽你 背着你把你送回了家 后来你成了老板 你再也没有失态过了 我知道你有胃疼的毛病 所以公司的零食柜里 总是背着一盒胃药 有人会拿走 但是第二天就补上了 段嘉明 从大学到我告白前 我在你的生活 出现过很多很多次 你看过我吗 说到这里 我似乎如是重负 压在心口 让心里酸胀不安的石头 终于掉落 摔了个粉碎 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但是我轻轻地擦去了 结束了 我在乎的不只是停车场那天 你也可以说这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段嘉明 我真的放弃你了 在我说话的期间 他的眉头一直紧皱着 他在想什么 终于想起了 我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的事情了吗 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了 因为这些都过去了 我喜欢过你 为你付出过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事情 你没有注意到 我放弃你也是理所当然吧 窗外已经黑了下来 窗外的高楼大厦里的灯光 也都渐渐亮起 像是墨色夜空中的繁星 我们的屋子也是其中一颗白痴的星 在灯光的照耀下 段嘉明的表情格外清晰 他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嘴唇动了动 他想说些什么 但是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他拉住了我的手 我看到他平静的表情一点点碎掉 我看到他深沉的眼眶里有些发红 他声音有些沙哑 陈陶 对不起 没关系的段嘉明 我们可以当朋友的 都过去了 我也不喜欢你了 我坦然地笑了笑 故作大方地耸了耸肩 耳边突然响起了段嘉明的声音 可是 陈陶我一难评 那天之后 我又回到了楼下的办公室 我们都默契地没有提起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只是第二天 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两盒点心 我打开手机收到了段嘉明的微信 和他骑共享单车的照片 我骑过了大概六条街 路过了十五个红绿灯 这条路很长 骑行道上 有车辆和小摊贩站到 很堵 走走就要停停 当我走过这条路的时候 我才知道 你经历了哪些 你当时是带着什么心情 穿过嘈杂的人群 肮脏的街道呢 我没有回复 怎么他也写起小作文了 我今天回到了 我曾经的工作室 曾经的工作室 不过是我租的一个房子 房东见了我很意外 他给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原来工作室的水 一直是你在换 卫生是你在打扫 甚至工作室那棵发财树 都是你在浇水 段嘉明开始每天给我带早餐 带小蛋糕 他说 你可以原地不动 也可以后退 接下来由我来追赶你 我想了想回复他说 有些东西过去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只想和你做朋友 或者说是领导与下属 对面一直是正在输入中 但是却一直没有发过来 似乎对方一直在琢磨他的语言 过了一会儿 手机叮当地响 段嘉明一向言简一概 发布工作都是简洁明亮 他很少给我发这么大一对话 陈桃 你是个特别好的人 我一直都知道 你是个特别好的人 在此之前 我的人生循规蹈矩 我从未想过会喜欢你 我动心了 我看见你和别的男生坐在一起 你笑我感觉到了极度 极度几乎让我控制不住我的理智 我想走过去把你拉开 也想利用老板的身份 对他进行呵斥责怪 陈桃 我喜欢你 我一直认为我是喜欢沈静薇的 因为从小到大 他都在我的身边 可是当我失去他的时候 我并没有遗憾的感觉 但是我明确地感受到 如果错过你 我会非常后悔 我从来没感觉到这么无力 又遗憾过 我只是希望你能考察我一段时间 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我看完了段嘉明的消息 说实话 其实段嘉明状态 有点像是曾经的我 我有些茫然地 看着桌面上摆放的精致的蛋糕 突然我的肩膀旁边 窜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陈桃 你看着蛋糕干啥呢 给我尝一口 沈耀的笑颜映入眼帘 他大啦啦地凑到我身边 却并不给我一种越界的感觉 反而很是亲切 那你打开尝一口吧 我话音刚落 沈耀就赶紧拆开了蛋糕 啪哒一下 丝绸扯开的瞬间 一张轻飘飘的卡片 似乎掉在了地上 我有些好奇 刚要捡起来 沈耀巴唧一下用角柱 他好奇地捡起来 声音清澈地念叨 黑天鹅祝您用餐愉快 卡片上就写这个东西啊 沈耀说到 随手把卡片叠上 扔进了垃圾桶 因为我们开发的项目 后续收益相当好 公司里传段嘉明 要回总部了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公司高管了 回总部后 前途就不可估量了 段嘉明告诉我说 公司把我调回总部 给了我一个指标 我打算带你一起回总部 回总部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回到第一线的城市 甚至今后可能要长期去国外 基本上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了 这里是段嘉明的老家 他说 沈静威会一直在这个城市 我与他此后 几乎不会再相见了 他的事情 我也会让他自己完成 我们一起去总部 段嘉明眼神 带着某种掠夺的意味 他静静地我说 你一直都是主角 我连配角的机会 都不会给别人 即使你最终都不选择我 但是去了总部后 你的薪酬和发展机会 是翻倍的 陶陶 我只带你一个人 他压低声音 语速放慢 就像是大学时候一样 跟着学长走好吗 如同深海人鱼 蛊惑又沙哑的嗓音 他拿起了最迷人 最勾人的宝物 就算我不喜欢他这个人 但是我也很难拒绝 薪酬和发展机会 只要我和他去了总部后 人生地不熟 我又在他手下做事 段嘉明也有信心软化我 妈的 这个人好聪明哦 我玩不过他 在我犹豫的时候 沈耀给我发了微信 陈陶 下个楼 我在你家楼下 我有些纳闷 从窗户上探出头 果真看到薄叶下 穿着灰色的卫衣 棕色卷毛的沈耀 他似乎发现了我 冲着我的方向 撇开嘴笑 我穿着拖鞋 蹬蹬下楼 怎么了 上次吃了你的蛋糕 不挤你的 他伸出手地 给我一个蛋糕盒 看着蛋糕的标志 我认识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本是没有 只有隔壁是有 网红品牌 你去X试了 我问道 就从网上看见了 说喜欢谁 就给谁买这款蛋糕 我开车去的 一天就回来了 沈耀的眼尾带笑 眼眸清澈柔和 你也不嫌远啊 我还没有听出他的意思 突然 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我抬起头 有些愣愣地看着他 他的脸颊还带着红韵 卷毛下的眼眸 灿然如同晶莹的钻石 陈桃 我先给你道个歉 那天我把卡片扔垃圾桶了 其实上面写的是 段嘉明的告白 他有些结巴 似乎怕我不原谅他一样 他慌张又急切 那天我鬼迷心翘了 我其实早就察觉到了 一直以来也喜欢你 他抬起头大声说 眼眸明亮地看着我 我的心口被一撞 他的眼神 认真诚恳地看着我 我可以从他 琥珀色的漂亮眼眸里 看到里面是一个 小小的脸红的我 我知道你和段嘉明 是一个学校的 也大概能出来你 他 沈耀嘟嘟囔囔着 声音压低 似乎很不想承认 他搭拉着脑袋 像是失忆的小狗 随后他又鼓起勇气说 但是我知道你没答应他 我想我还有机会 我必须要告诉你 不然我一辈子都会后悔 他热烈又莽撞的眼神 直直地撞向我 有点像是曾经的我 我下意识地捏紧蛋糕和说 要是我拒绝了你呢 就算你拒绝我也没关系 告白就是表达心意 并不是所求关系 我的告白是因为我想告诉你 你是个非常好 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犬毛小狗站在我的面前 我才发现他真的很高 几乎一米九的个子 挺拔的身材 他的脸颊已经红透了 如同烂熟烟红的果子 路灯把他眉眼照得很亮 他的眉骨鼓鼓的 一双眸子如同炽热的火焰 直直地看着我 却没有掠夺 只有热烈与真诚 我有一点点心动 但是这些心动 不足以让我答应你的告白 我压低声音 坦诚说道 我也打算跟着段嘉明回总部 这样啊 沈耀一直紧绷的肩膀 在这一刻放松下来 他装如无意地耸了耸肩膀 没关系的 我们一直是朋友 对吧 他的眸子 有些躲闪地看向我 我才发现 他的眼眶已经红了 小狗声音都带了些哭腔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匆匆地说了声 抱歉就上楼了 我透过楼上的窗户 看到沈耀站在原地 狠狠擦了下眼睛 转身离开 过了一会 我收到了一条微信 是沈耀的 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 看起来非常阳光快乐的 线条小狗 陶陶 作为好朋友 我希望你在总部那里 工作顺利 不开心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哦 我与段嘉明去了总部 段嘉明知道 我暂时还不想恋爱 他也没有纠缠我 我们都把心思 放在了工作上 主要是总部太多小人 和勾心斗角 他心眼虽然多 放在我身上一部分 放在工作一部分 忙得也是焦头烂额 在总部工作了一个月后 公司又调过来一个人 据说是走了执行总裁的路 空降了一位关系户 我们都好奇地过去看是谁 映入眼帘的是笑起来 露出小虎牙的高个男人 大家好 我叫沈耀 刚过来给各位哥哥姐姐 买了星巴克 段嘉明站在我的身后 面色阴沉 翻外 段嘉明知道 陈桃和沈耀结婚了 一向不抽烟的他 还是坐在大厦的最顶端 在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灯光 他点燃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下 是他寄聊的面容 他还是输了 其实他早就料到自己输了 那个叫沈耀的男人 是公司老总的犊子 他一句话的事情 就可以让陈桃 不和他来总部 他却没有这么做 如果是自己 自己会控制陈桃吧 他喜欢控制 不喜欢事情脱离掌握的感觉 沈耀来找过自己 他并非真的那么开朗单纯 他问段嘉明 什么是喜欢 喜欢一个人 就是让他永远明亮 不会患得患失 不会内好情绪 那个男人直白而又成澈 我对陈桃告白了62次 他答应我了 那时候段嘉明还不服气 他脱下了西装外套 第一次决定要好好的 给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小子一拳 但是随后 那个男人朝他挑眉笑 他说 你曾经让陈桃情绪 崩溃过很多次 我一次都没有过 段嘉明 你让他曾经怀疑过 很多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 你让他甚至习惯了 被忽视的感受 这些都要我这个后来人 一点点去弥补 他选择接受我的时候 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 选择放弃你的时候 也一样 段嘉明的冷静理智 在这个男人面前 溃不成兵 段嘉明还是维持成年人的体面 他声音压低 故作冷静和淡漠 你不好好对他 我还有机会的 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了 沈耀灿然一笑 带着斩破一切的锐气和明亮 后来一语成衬 他们顺利恋爱了三年后 沈耀给了陈桃最热烈 最浪漫的求婚仪式和典礼 段嘉明说不上心里的感受 他快笨三十的人了 不应该为了感情如同学生一样 还那么情绪波动 但是段嘉明 蜷缩在皮质沙发上 房间里一片漆黑 只有窗外林立的高楼大厦 和一闪闪亮着灯光的窗户 他的眼泪似乎控制不住一样 从眼眶中流了出来 最后悔的事情不是错过 而是失去 曾经你拥有的 你却没有在意 失去后才后知后觉 罪易难评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